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胶》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先演播 第182期 告状 寓书房 皇上正眉看着底下满身鸡毛狼狈不堪的礼部尚书 忧愁地叹了口气 唉 真是不长眼呀 朕的紫禁焦局 也是你能招惹的 栽了吧 让鸡给揍了 还有脸来告状 勇气可佳呀 皇上悠悠地叹了口气 小内侍掩着荣衡进来 饶氏早就听福星描述了一遍 亲眼看到满身鸡毛一脸沟壑的礼部尚书 荣衡还是吓了一大跳 确定这是鸭鸭揍的 不是福星揍的 嘴角一抽 荣衡上前行礼过后 道 父皇 王妃身体不适 父皇传召 儿臣且带其入宫 皇上皱眉 怎么了 身子不适 荣衡低头恩了一声 皇上的目光投向那个传话的小内侍 小内侍 奴才就是个跑腿的呀 可皇上目光多多 小内侍哆嗦着小腿肚子 眼皮不眨的弃君 启禀陛下 奴才去传话的时候 王妃正喝药呢 忠恨 礼不上书 不对啊 那会儿还接着抖走呢 这么一会儿就病得喝药了 一定是怕被陛下责罚 洋装的 礼不上书顶着一张哭丧脸 朝皇上道 臣有罪 皇上 收了目光看向礼不上书 礼不上书一脸诚恳的悲痛 若非臣惹王妃生气 王妃许就不会病了 荣衡转头 看了礼不上书一眼 醋眉 你惹了王妃生气 为什么 礼不上书等的就是这句话 今儿在大佛寺的路上遇到王妃 臣因着王妃穿了男装 便只对王妃尊称将军 并未行礼 为此 王妃盛怒 一面说 一面刺牙咧嘴 表示身上的伤很痛 荣衡忽疑的看着礼不上书 战惊道 难道 你脸上的伤 是王妃打的 礼不上书捶头 王妃脾气大 臣惹怒了王妃 荣衡看着礼不上书 磨了一瞬 所以 现在你是来告状的 啥 李不上书懵了 这节奏不对啊 九殿下怎么是这么个反应 他堂堂上书 怎么能做告状这种低级幼稚的事呢 不不 殿下误会了 臣怎么敢状告王妃 荣衡嘘了一口气 不敢就好 说完 荣衡不顾礼不上书凌乱的眼神 转头朝皇上导 父皇照苏卿觐见是何事 问得一本正经 仿佛当真 什么都不知道 皇上 默默看了礼不上书一眼 皇上咳了一声 没什么事 就是问问情况 荣衡呕了一声 转头朝礼不上书道 其实知道错了 以后见到王妃 记得行礼 王妃是父皇圣旨赐婚给本王的正妃 你就算再如何 也要承认她的身份 这话 说得就难听了 礼不上书充满沟壑的脸 刷得一摆 转而朝皇上看去 陛下 臣绝无轻视王妃之意 臣当真只是因王妃身着男装 觉得与她按照通辽相称更合适些 荣衡汉手 父皇 而臣也觉得 礼不上书没有恶意 您就不要惩罚她了 礼不上书 不罚她 就见下嘶不嘶嗓 皇上 皇上忍着不厚道地笑 点头 那个 恒儿都如是说了 朕便不罚她了 苏青既是病了 恒儿啊 你便回去做陪吧 荣衡告退 荣衡一走 皇上一脸无奈地 看向礼不上书 哎呀 这当着恒儿的面 你什么都不肯说 朕就是有心为你做主 也没办法呀 啊 满目的真诚 礼不上书 真的是这样吗 可事情都到这一步了 她还能如何 拖着一身的伤和一身的鸡毛 礼不上书 挥着一张脸 从御书房离开 这算什么 不行 这口气 皇上不给她出 她去找郑国公去 正好 怀里还揣着 从大佛寺后山 取回的信 离了皇宫 礼不上书 义愤填膺 直奔 郑国公府邸 御书房里 皇上端着茶盏 嘴角挂着笑 你说 太儿真的是让鸡揍的 胡公公笑道 哎呀 奴才实在想象不到 什么鸡能有这种本事 可瞧着她脸上的伤痕啊 又的确不像是人力所为 不得不说 九王妃真是难得的人才 皇上挑眉 饶有兴致地看福公公 福公公垂手道 九王妃训练平阳军 平阳军各个彪悍勇猛 现在年轻王妃身边的鸡战斗力都这么强 话音一顿 扶公公取全行礼 脑奴恭喜陛下 有此良将 皇上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苏青的确是朕的良将啊 打仗是一把好手 收拾朕国公一党也不含糊啊 有他在 大下的江山最少还能稳过一百年 哈哈哈哈 天知道 皇上要多恨郑国公一党 豪爽地笑过 皇上叹了一口气 后卫担忧道 哎呀 就怕锋芒太盛 把郑国公那老皮肤给逼急咯 扶公公去着皇上的神色 只要陛下护耀着九王妃 九王妃便安然无恙 何况九王妃还是洪光大师 亲自开光的祥瑞 连太后都在跟头栽得爬不起来 福星那句话 到现在都回荡在扶公公耳边 谁想要陷害祥瑞 那就是和老天爷过不去 自遭天遣 皇上叙了一口气 汗手喝了一口茶 你说 苏卿当真是病了 福公公并没浅笑 是不是病了 脑奴不知 脑奴只知 九王妃再大的本事 也惧怕陛下 这倒是真的 皇上扑的一声笑 你是老东姐 就是嘴里含了蜜了 皇上心情好 聘完奏折便去会飞处歇着了 郑国公府 郑国公一脸匪夷所思的 看着李不尚书 你让一只鸡给揍了 李不尚书 这话听的 怎么这么别扭啊 可 他真的是让一只鸡给揍了呀 大人 九王妃真的太过分了 下官不过就替德妃娘娘说了句公道话 他就二话不说 放鸡了 李不尚书一脸愤怒委屈 您再放任不管 以后怕是养虎成换 说着 李不尚书从怀里 小硬一摸出信封 这是下官从大福寺后山 话没说完 李不尚书脸色舒然一清 郑国公黑着脸 看着李不尚书手里的信封 信封的中间 一个大洞 赫然的摆在那 眼角一抽 郑国公抬眼 看向李不尚书 这就是你说的心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